马六甲一名听障男子 染指三名少年 不但基间性侵他们 手机里还藏有未成年的色情影片 因而面对谁向控罪 但被告否认到底 获准保外候审 57岁的小贩尤斯里今天被押往 埃及勒地庭面控 其中九项控状 使他在去年8月到这个月6号期间 在野心附近的游棕园 橡胶园和超市里 侵犯了三名13岁的少年 以及拥有未成年色情影片 统统违反了2017年儿童性罪案法令 第14之A 第14之B 以及第10条文 而另一项控状则是指控被告 抵触了刑事法点377C 违反自然性行为条文 随着被告否认控罪 法官允许他以5万2千令吉保外 但条件是不能骚扰受害者 案件将会在下个月28号过堂 感谢今度铺的状况是发生的 dus要留意 请认为是百分之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